指头的前端这里的两侧是有凸的 这个很厉害哦 这升进去就肯定是升天的这样子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呼吸烧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的1064集的节目 今天和大家分享 它和过去的几款有决定性的不同 后方居然有车商的授权的logo 还有一张贴纸 所以这个盒子非常的珍贵 和其他几款有决定性的不同 如果你网牌上面跟他买这个东西 没有盒子给你 你可以跟他杀价台币400块钱 说你这个东西 没有代理贴没有版权 就是脏物对不对 我抢你都没有关系 首先它是一个新模具 至少60分体跳 我不会编得很用力啊 跟自我的模具相比呢 除了体型的缩小 用胶的变薄之外 其实它的零件数 我觉得比原来的模具要来的多得多 身上的涂装分色 还有层次感破碎感的话呢 其实都胜过于之前的版本 大家拿在手上的一个分量感是很明显的不同 我只能说两者取向是不太一样了 那变形的时候呢 两手变成车子的两侧 腿部收纳到车尾 然后头部的话呢 收到引擎盖的内部去 这些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基本思路 还是都一样的 玩具服带了一样的武器 它是直接扣在手上 但是扣在手上之前呢 我们的这个 Barrick的一个手指头的话呢 它是这里是有一个可以卡住的一个点 然后这里 呃 指头的前端这里呢 两侧是有凸的 这很厉害哦 这伸进去就肯定是升天的 这样子卡住啊 这个动作呢 千万不要随便对女同学摆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对一个女生摆过 结果她下去就转学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这么讨厌我 然后呢 这个部分呢 扣上去啊 这里夹紧之后扣上去 握不紧是怎样拿一招 哎 你笑场了吗 哦 松开了啦 松开了 OK sorry啦 这样子 转动 这个跟masterpiece 第NPM第五号的一个这个差不多 这也是一个软胶部件 那现在还有一处的软胶部件 在它的一个背上 这两个 而且呢 这个头的话 你注意看这个头 如果把这个头锁进去 你会发现像什么 因为像它是一个迷乱的脸 这是两个眼睛 然后是两个好像是Frenzy的这个 对不对 头上那两个触角 包括正面来看 这也有点像是Frenzy的一个脸 好吧 那么这款的话 当然是没有附的了 它只有附带这个武器 实际上在把玩的时候 最困扰我的恐怕是背包的收纳方法 这个是我能想象得到的一个背包的一个方法 其实呢 你可以再往上面推 当然这个幅度就会很大 你也可以把它整个的往下放下来 背包会达到一个最小 但从正面看的话呢 就会有一块东西凸在下面 如果凸在前面会雄伟一点 凸在后面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后面 你不会人家喜欢你从后面来吧 你应该从前面进攻吧 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呢 我们伟大的说明书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说明书 说明书只有一个 只有一小张图 可以就是这一张 OK 我只能从这个图呢 去想象呢 它的这个摆放的角度应该是这样吧 也就是说呢 它并没有推进去 也没有放下去 就是卡在中间这里 往上面推到 往上面推到底 往上面推到底 然后呢 这一块 这一块 透明件就是打垂直的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方法 而且我觉得这也确实是最好看的 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去卡紧 它完全靠的是这个地方 打锚钉这个地方的紧实度 去做一个摆放吧 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啊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肚子 这个腰部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呢 是属于一个 几乎扣不扣不紧的一个状态 不论我怎么去调整 它还是很容易去松开 我走上这一款 非常容易去爆开的 那这个呢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这个毛病倒是从 07年的时候的这个模具开始 就是这个腰部这个地方 就是一律都是扣不紧的 我也不晓得这个 这个传承下来有什么意义啊 真的太厉害了 那身上还有一处的软胶件 就是这两个 这个Francy的这个 我怎么讲Francy呢 就是这两个部件 这两个部分的话呢 在拍照的时候呢 尽量去把它拍进去啦 这个人物的立体感会比较强 如果没拍到的话 就会感觉 没怎么感觉 显得挺单薄的啊 那身上的零件数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可动的话呢 也因此呢 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啊 首先的话呢 看一下各个细节啊 它的一个眼睛 它真的是有四颗的眼睛 各位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红色的涂装 内部还有 还有还有一个血红色的眼睛 在比较下方一点点 我的镜头呢 可能拍的不是很出来 但它确实是有四个眼睛啊 在变迹刚刚第五集的玩具呢 它就把四颗红色的眼睛都有做出来 那实际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CGI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眼睛 确实也是四颗 OK不是六颗 它是只有这一颗跟这一颗 旁边这个不算 这是它的一个旁边 侧边一个档块的一个造型 所以四颗眼睛是有加分的 再来胸口的话呢 多了这个部件的一个推移啊 甚至把它的一个胸口的破碎感 强烈的表现出来了啊 然后两个车头灯啊 在这边点缀起来 胸口的造型 我可以说是给超高分数了 然后呢 这个胸口的这个部分呢 前后可以利用灰色部件 做前后的一个推移 再来是这个手臂的二头肌 是可以转动 那我个人的习惯呢 是这个部件翻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变形的时候 结构一个部件 我会习惯把它往外面翻一点点 不要让它太靠近 稍微往外翻一点点 这样一来的话呢 可以增加手臂的一个粗的 粗粗度 再来是这个二头肌 在旋转的时候呢 幅度空间也会比较大 那原本就有的一个Berrycan 都是这一片部件 是可以做一个反转 但这个模具身上的却没有 稍微有一点点可惜啊 然后这个腰部呢 是卡死不能动的啊 我刚刚讲到这块部件啊 如果能够翻转会很好啊 听到了吧 再来的话呢 这个手腕的话呢 这里手肘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手手指这里刚刚有提过了啊 它呢 往内折其实也是 等于是一点点的幅度 基本上是属于卡死状态了啊 然后握持武器 刚也提过了 手肘最大转道 可以超过于90度 基本上人物的上半身 可动算是比较好 腰不能动 然后腿的话呢 就可动性也相当不赖的 这个膝盖的话 是一个双动关节 那摆动的时候呢 这个打脑筋的这个关节啊 怕久了会有一点松动啊 脚踝没有接踢啊 这个尖刺呢 一样是有做出来的 小腿的后方呢 这一块部件呢 这里 这里是有一个凹槽 但基本上是卡不住啊 只能就放住啊 遮蔽住它后方的空洞 那人形的分数来讲的话呢 因为是新的模具 虽然有一个变小啊 但是零件数呢 和还原度来讲的话呢 比起旧有的模具来讲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我们来进行一下 这一款Berrycat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手部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 手部的话呢 这个部件呢 整个的往外翻出去之后 把手掌的话呢 整个往内折 那记得推荐的时候 要往内推到 推到底啊 推到底 再来的话呢 这个两个透明的 这个部件的往外翻 然后手 直接的把它给整个拉直 拉直之后呢 它的这个内部呢 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的 它要扣进去侧边 这个凹洞 把它给扣进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车子侧边呢 就算OK了 哎 我们家外面呢 好像在施工啊 这个可能等一下会有一些噪音什么的 各位就稍微担待一下啊 这个手掌的话呢 把它整个给收进去 再来的话呢 这个手这里整个的把它给拉直 这个图根捞 把它给扣进去 两侧的门边呢 就算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整个背包的话呢 先提出来 整个连这个部件整个往上提 头的话呢 不转你无所谓 直接推进去就可以了 再来是它这个变形里头呢 最有趣的一点 就是把这个后面的这个 引擎盖这个部分呢 往上面旋转180度 转上来 这整块是透明部件啊 目前玩起来感觉还可以啊 但是转的时候 还是请各位小心一点啊 这个上下两个部件都转过去 然后这块部件呢 把它往内推进来 往内推下去 再来就是把这个 引擎盖的这个部分呢 往前面 那这里呢 这个两只手 往后面推 这个部件 这里两个胸口 这两个部件 把它往下面推下来 引擎盖的部分呢 暂时呢 先变到这一边啊 变到这边 再来我们就进行 腿部的一个变形 非常简单啊 腿部的话呢 这个跟之前旧的一个 模具的变形 都是非常接近的 这个部件往后面推下来 然后两个腿呢 做一个合并的时候呢 是内侧这里呢 也是有一个结合的卡扣的 那合并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下 两腿合并的时候 必须往后推一点点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有一个凸出来的一个造型 在这边 两颗蛋的忧伤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啊 两侧都有啊 真男人 你要记得把这个 对不对 两腿合并的时候 总是要把蛋放到前面嘛 对不对 估计这一集 不知道能不能上传 我是不知道这个 我不要再讲 越讲人家 不是越提醒 你审核人员要回头看嘛 对不对 没听到就算了 两条腿 往前面 这样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收纳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两手臂呢 给这样子 往中间做一个集中了 往后面推 往后面推 那这里的话呢 就又要再次提到这个官方模具有时候 它立下就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两个部分呢 往内推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注意几个结合的点就行了 第一 这两个透明部件要卡进去 以及后面的这个凸跟后面要扣起来 以及后面的这个 这边有一块 有一块凸 要扣进旁边这个缝 这几个地方想要扣紧呢 这个里面的手呢 怎么样去摆放呢 其实就不是很重要 因为它自己会去卡到一个定位啊 这个是官方玩具的话呢 才能够做得到的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设计啊 这个基本上就整个往内压就对了啊 往内压 它基本上就会自动去卡到一个定位 OK 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对不对 就整个扣进去 那检查一下这几个地方有没有扣进去 上方有没有扣进去 那后方收尾有没有密合好 然后前方的部分呢 再稍微去做一下简单的一个调整密合 我们的这一款Barricade呢 从一个机器人到一台野马的一个警车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载具下的Barricade呢 体型比Combinable时代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缩水了 可以看得出来 那如果我再直接拿出刚才对比的这个07或者是09年的Deluxe等级呢 会发现这几乎是V跟这个D的一个差别了 大小时钟相差的非常的多 那以载具的一个还原度美形度来说呢 我必须要说这一款是遥遥领先 甚至呢 不要说哪里跟它比啊 这一款09或07年Deluxe等级的这个Barricade的载具呢 是我认为电影系列Deluxe等级的玩具里头车型做到最漂亮的一款 具体来说它有一点是其他的玩具无法比拟 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地方这个我之前节目有提过 它的这个驾驶座内部呢 你看它是把所有的部件通通都隐藏到这个下方部 它这个地方是整个空出来的 非常的厉害 机器的脚趾呢 也得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一个隐藏 它的这个载具呢 我曾经说过 它比这个MPM05甚至是Human Alliance的车型 都没有这一款Deluxe来的这么样的强大 所以呢 你遇到一个超强的对手 我也就不怪你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代啊 这个车子里面 这个透明部件内部的一个机器人的手爪部分都外露了 然后呢 后方的这个脚趾也是有外露 那至于后方上方的这个透明件啊 这是很大方啊 这里看得出来啊 那我也忘记了电影里头的这个Berry 后面这里是黑的还是透明 我已经不太记得 但是呢 干脆你这里如果是黑色 可能好看一点 机械的手爪在这边 对不对 这个正常的警车后方是不应该 对不对 有机械的手爪在里头 或许你应该是透明部件 但是对不对 是不是有个取舍 搞不好 这样会更好看一些啊 当然我还是不怪你啊 基本上也算做的相当可以了 滚动性也是很好 挺漂亮啊 内部的话是有打毛钉的啊 从内侧去看得到 所以滚动性非常的好 那附带的武器呢 是从这个地方有一个 突跟凹的一个结合啊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上去啊 就会变成是一个收割机的一个样子 这当然是非常之蠢的一个行为了 这个小朋友千万不要选 在路上看到警车的话 还是躲远一点吧 OK 那整体来说的话 这一款Berrycate 我觉得了啊 以玩具的质感来说 其实它不亚于之前我强烈 呃称赞的那个size wipe 这款完全不输给size wipe 在零件树上啊 把玩的一个安全系数上涂装上 甚至它涂装的部分呢 是一些细节的部分呢 其实以涂装的一个丰富量 其实它不亚于之前的这个 呃零七年的版本啊 然后后方的这个也是 第五集的时候就改成这个保护与服务嘛 但是这一次它还是回到了 这间的惩罚与奴隶的一个英文 所以这一款做的相当之可以不赖 我个人还是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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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推荐你入啊 所以呢现在是 不对 我现在讲一下 我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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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对 现在推荐好像有点早 为什么呢 因为 我突然想起来耶 这个衣冠方的这个妙性来说 你看哦 SS系列哪一款Deluxe等级 几乎每一款都被拿来重涂吧 大红风就不讲 我们讲第一波 我印象中那四个 大红风已经是涂到快要烂了 衣冠 Ratchet也有重涂版嘛 就有所谓的DOTM的一个配色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毒针呢 也被涂成是KSI的小兵嘛 然后第一波还有谁 哦对了 还有那个Clova Clova被涂成Crankies 那官方无耻的一个 一个新底线嘛 对不对 就是所以 而且现在 对不对 他搞不好 给你推出一个 这个没有武器 然后附那个Francy的版本 又给你推出一个 另外一个夜巡版涂装 涂装对不对 有可能啊 甚至 甚至官方最近还解锁一个新技能 对不对 加配件升级卖的 搞不好 就是再给你多一个Francy 配件加给你 然后这样一起卖 卖波就Clova 有没有可能 反正现在官方新技能解锁之后 已经不是 不是我们可以驾驭得了的了 好吧 那玩具本身不赖 但是会不会再推出 金图版 配件升级版 Boyge Class版 没有人知道 OK吧 那喜不喜欢 想不想买 这个你自己去决定吧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以单纯就 玩具本身质量来说 做的相当之可以 那入手时机 大家自己衡量咯 那今天就跟各位 进到这边 再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